19題 它說呢 平面上一定的A點是-的五分之一 然後直線L是Y等於-三 那拋物線呢 Gamma是X平方等於四Y 那麼用這個第一括號P到L 這個來表示P點到直線L的距離 那如果P點在這個拋物線Gamma上變動 那麼則這個P點到L的距離 減掉AP線段的決略值 那最大值是多少 這個題目要怎麼做呢 好 那這個題目就是說 你現在有一個這個X平方等於四Y 那這個當然它的頂點 頂點是在這個00 然後你的這個C 4CY C要等於1 C等於1 那X平方開頭向上 所以焦點就是00加1 就是0 往上來 所以是01 好 這焦點是01 那它的準線 準線的話 這邊有L 我就把它叫L1 那應該是頂點往下 所以是Y等於-1 Y等於-1 好 所以 就是說這邊有一條直線 就是L1 就是在這邊 那你還有一條L 剩下 Y等-3 這樣子 那現在呢 這個P點是在這個拋物線上動 然後它P點到 它到這個L的距離 我先給它寫一下 它的A點 A點的坐標是-4分之5跟1 那F呢 F是0跟1 那你現在要求的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P點在這上面變動 它到這個L的距離 這條直線叫L 到這個L的距離 減下AP它的最大值 決裂值的最大值 那這個P點到L的距離 其實可以變成P到這個L1的距離 P到L1的距離 那-1到-3當然是等2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你這個P點到L的距離 這個 其實就是P點到H的距離 再加上2 再去減掉AP 那這個H其實是 P-H其實就是P點到L1的距離 這個其實寫完更精準 應該是P點到L1的距離 那不過P點到 P點是在拋線上 它到它準線的距離 就等到它到焦點的距離 所以它這個地方就可以寫成P到F 加上2距離要AP 好 變成這樣 那我們知道說這個 這個詞要 最大值越大越好的話 這個已經正了 所以你這兩個最好相顯是正的 比較會得到最大值 如果你這個變成負的 那它就會往下 變更少 所以你只要比正的 比加1加2 絕對值就會比2還要大 那你如果這兩個算出來是 它減掉它如果是負的 那你就會比2還要小 這個絕對值出來比2還要小 那就不會最大值 所以最大值是PF 減掉AP是正的時候 好 所以P點 P到F要減掉AP 它最大值是這個比較大 你不要跑到這邊 這邊PA比較大 相減變負的不好 好 所以P在這邊 那PF比較大的時候 然後它減掉它的最大值在哪裡 好 那如果你形成一個 這個形成一個三角形的話 那形成一個三角形 我們知道說PF減掉PA 就會小 AF 會小 AF 那這邊還有一個2 當然是加2 加2 好 那 不管你P點在哪裡 其實這兩個相減 三角形兩邊差一定小第三邊 只要你形成三角形 它就會變成這個 會小AF 那有沒有可能比這個還要大呢 那就看不形成三角形的時候 不形成三角形的時候 就是在它這個一直線的時候 那一直線如果P點在上面的話 PF減掉PA其實就等於AF 所以它這兩個相減 也可能會等於AF 這個相減也可能等於AF 小於或者等於AF 那加2這樣子 那AF呢 A跟F坐標都會有了 高度一樣 其實就是這兩個相減 這兩個相減就是四分之五 所以它就是四分之五 再加2 那四分之五加2 當然就是四分之十三 所以我們答案就是四分之十三 還有四分之三 感谢观看